你绝对想不到 小黄人的经典形象是怎样诞生的 他们为了找新大哥来到了人类城市 在一个巷子里 他们偷走了牛仔背带裤 就这样 经典小黄人形象诞生了 晚上 他们溜进了一家商场休息 就在看电视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坏蛋频道 主持人介绍说 周末会在城市里举办坏蛋聚会 世界上所有的坏蛋都会来参加 得知这个消息后 哥仨高兴坏了 于是第二天 他们搭上顺风车来到了坏蛋大会 在这里的坏蛋可真不少 奇葩也很多 有会陪火的鳄鱼人 发现冷漏腔的科学怪人 能复制自己的秃头博士 可这些都是小虾米 这个女人刚出场 所有的坏蛋都为之疯狂 她就是杀人狂魔 丽莎 只见她拿出一颗钻石 甚至要是有人能抢走 就可以成为她的小弟 听到这话 台下的坏蛋们沸腾了 正前恐怖地冲上台 而凯文三人 也被一群猛男挤到了台上 众人一拥而上 把丽莎家带了下面 结果却被她一脚踢飞 可万万没想到 被小虾人成功简陋 得到了钻石 就这样 哥斯拉顺利搭上了小弟 凯文兴奋地给部落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投奔新大哥 听到这个消息 部落里的小虾人很高兴 结果由于太高兴 又把新结实的大哥给砸死了 俗话说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小虾人们准备投奔新的大哥 而凯文三人 也跟着老大来到了基地 刚一进没 老大的男友 就送给他们三件装备 有智能机械手 刷穿一切的火焰枪 还有能够催灭人的 绿色原料帽 原来 丽莎招手小弟 是想盗取女王的王冠 小虾人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帮大哥执行任务 随后 哥斯拉伪装成富婆 用金砖买了煤票 成功混入了博物馆 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给这些小虾人加油 凭借着一股傻劲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遇见士兵拦路 他们就用原料帽催眠士兵 遇到铁煤拦路 他们就用火焰枪融化大煤 经过一番折腾 终于找到了王冠 眼看任务就要完成 结果却被士兵截足先登了 看着王冠被女王带在头上 小虾人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追了上去 他们利用机械甲制 劫持了女王的马车 可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王也是个狠人 对着小虾人就是一顿串 不仅王冠没想到 还被一群士兵追赶 无疾时刻 罗伯把手宝剑防身 却没想到 士兵见到后直接跪了下来 原来这是一把石中剑 据传说谁能拔出宝剑 谁就是新的国王 就这样 罗伯成了新国王 在王宫里过上了奢侈的生活 似乎忘记了 自己是来帮老大偷王冠的 这件事被丽莎知道后 立马就开着飞船 找到了小黄人 善良单纯的小黄人 看到老大后 直接把王位让给了他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老大在上位后 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们关进了地牢 这样的分尸场景 你绝对没有见过 男人不死心 又准备吊死他们 结果 无奈之下 男人只能放弃 准备让小黄人自生自灭 可小黄人为了庆祝老大登上王位 他们穿过地下水道 还拿着花圈当贺礼 好不容易来到王宫 却发现大门已经关闭 各仨之后从窗户爬上去 可是没想到 花圈却引来了大黄蜂 迫不得已 他们跑到了吊灯上 结果却把吊灯弄掉了 直接砸在了老大身上 幸好老大命硬 扛住了这次伤害 丽莎很愤怒 为了干到小黄人 他下令让所有的坏蛋追杀小黄人 虽然小黄人跑得很快 但是对方人都示众 没过一会儿 罗伯和大眼仔就被抓住了 只有凯文逃了出来 丽莎用他们作为威胁 让凯文抓紧现身 而凯文这边 为了拯救哥俩 他跑到了实验室 准备拿一些更厉害的武器 结果却意外触发了机关 一个高达7米的大黄人 闪亮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如果你也拥有一台放大机 你会用它放大 身体的哪个部位呢 而另一面的哥俩 已经被丽莎绑在了炸弹上 危急时刻 凯文救下了他们 并且用水浇灭了炸弹 丽莎被气坏了 开启了暴走模式 对着凯文就这一顿输出 就在这时 部落里的小黄人也赶到了 就在他们欢呼的时候 却也遭到了丽莎的攻击 凯文直接一个大嘴巴子 把丽莎扇到了墙上 气息败坏的丽莎 使用了中击导弹 为了保护伙伴 凯文用手接住了导弹 并且一口吃了下去 看到凯文如此凶猛 丽莎带着男友就想开溜 结果却被凯文一把抓住 就这样 三人飞到了空中 随着一声巨响 导弹爆炸开来 看着消失的凯文 小黄人们很伤心 可是下一秒 凯文却抓着大股铲子 飘了下来 成功化解危机之后 原本的女王 也重新登上了王位 并且对小黄人的英勇行为 做出了表彰嘉奖 可就在这时 女王的王冠又丢了 原来是返回了丽莎偷走了 就在他们逃跑时 却被直接冰封住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小男孩偷走了皇冠 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小黄人和命中注定的老大 相遇了 没错 这个小屁孩就是格鲁 小黄人们终于找到 他们要一生追随的老大 小黄人的前半生 不是在找老大 就是在坑老大的路上 但直到遇见格鲁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们会擦出石蚌的火花呢 敬请期待后面的剧情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